好,我们今次的讯息主题就是 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个是哈哥书里面所说的一句说话 这句说话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一方面是说到神的殿 但最重要不是说到这个物质的殿 而是说到耶稣的身体作为殿 耶稣说过,你们将这个殿拆位 我三天之后将它重建 这个经文是说到圣殿 然后就是我们也是神的殿 这个圣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 我希望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圣殿 神的殿是可以充满荣耀的 而基督徒也可以充满荣耀 大家看到左边的圖就是圣殿 右边的圖就是耶稣 但耶稣的圖上面有很多人的面 原来我们就是圣灵的殿 圣灵的殿就是我们也是可以 彰显神的荣耀的 我们可以彰显耶稣 让人看到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 首先这个圣殿的历史 就是大卫因为爱神 就为这个圣殿预备很多材料 但是神又不让他建圣殿 在圣经里我看到 他说到和神的密切关系 是少人有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 历代至上二十二章十四节 我在困难中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金子十万他年得 银子一百万他年得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那么我就去计算了 到底这些他年得是多少呢 那相等的数目就是三点三百万 就是三百万三千万 三百万三百三千 对不起 讲错了 三百三十万公斤 公斤 黄金用公斤来称 然后这个银就是三十三百万 即是三千三百万的银 那这个数目是多少呢 这些天文数字 我们看到也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就是有 一万六千七百亿港元 就是黄金价值 而银就是一千八百九十九亿港元 这个数目是非常大的 他预备 关于这个圣殿的历史 我们就看看 大家一看 其实是 亦都明白这个 圣经里面的历史 发生的事 在主前 九九九七七年 就是所罗门 建了一个圣殿 又献上这个圣殿 但是呢 以色列不听话 不听话 首先是分裂了 北国和南国 而北国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是没多久 已经被亚述人 灭亡了 到南国就是犹大 犹大 犹大也是因为他们不听话 不听话 结果是被巴比伦人 就老了去巴比伦的地方 那时候第一次被老 就是六百零七年 就是旦以利那班的年轻人 其中包括旦以利那些年轻人 就被老到巴比伦 然后呢 后来呢 就更加把耶路撒冷和聖殿消毁 这个是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后来呢 就在主前五百三十八年 有一个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他是犹大尾尔的王的孙子 他也是当时的省长 他就回去圣地 他就开始去重建 他在五百三十七年 就开始重建圣殿 他首先起了个坛 然后下一年重建圣殿 谁知道那些敌人就攻击他们 控诉他们 就向王控诉 结果他们要停建 停建了很久的时间 接着就十七年之后 这个数目是减的 不是大家留意 五百三十七年 即是远一点 五百二十年就近一点 过了十七年之后 又在哈哥先知 在哈哥先知 就激励他们重建圣殿 开始重建圣殿 稍后我们会看这个经文 这个圣殿就起好了 但这个圣殿 其实在那时候也算漂亮 但跟所罗门起的 是完全无法比 因为所罗门的圣殿 那些金银的数目 他们秘老回去 有什么可能有这么多金银 所以是完全 是无可能比较到的 但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 五百... 主持五百二十年 到耶稣的时候 已经很多年了 圣殿肯定 已经有很多地方残旧 你想像一下 如果香港建一间屋 一百年已经很旧了 如果五百多年 更是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当时神兴起一个王 这个... 在罗马的一个分封的王 希律王 他就叫做大希律 因为后来那个希律 到耶稣被钉的时候 那个希律 那个是另一个希律 这个大希律 就是他有这种心 他想犹太人接受他 他就抗建圣殿 就是重修和抗建 所以当耶稣走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人 就看到那些圣殿的石头 多伟大 是非常伟大 是几百吨的 其实真的很难想像 如何可以建这些 如何搬到这些 那么大构的石头 他们就修理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的时间预备 真的是预备耶稣来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说到 神会忽然间出现 这个就是预言到耶稣出现 而出现的时候 这个圣殿 并不是以前残旧的圣殿 是一个重修的圣殿 主耶稣主前四年降生 为什么主前四年 为什么不是主后一年 原因是因为功力的开始 是有一个修道士 他就有这个心 要用耶稣出生的时间 来计算功力 全世界都跟从这个功力 但是他计算错了四年左右 所以那个时间 耶稣降生不是主后一年 因为功力是没有零年的 一开始就是一年 应该是一年出生 但是不是 是主前四年 所以耶稣被钉 大约是主后三十年 然后耶路撒冷的圣殿 就被毁灭了 主后七十年 所以那个时间 你看看 圣殿重殿是主前二十年 被毁是七十年 即是九十年的时间 这个这么漂亮的圣殿 只有九十年的命 是为了耶稣来到 然后因为 惩罚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圣殿 是被毁灭的 这个就会帮助大家明白 圣经里面 这个圣殿的历史 这个就是哈哥书所写的说话 我们一起读哈哥书一章三节 那是耶稣的话 临到先知哈该说 这殿仍然荒凉 你们自己还住 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君之耶稣如此说 你们要省拆自己的行为 你们杀的种多 收的却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喝却不得粥 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 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 万君之耶稣如此说 你们要省拆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材 建造者殿 我就因此喜乐 且得荣耀 这是耶稣说的 这里讲到先知哈该 他说这个殿仍然荒凉 根本当时来说 是开始想重建 但是起了没多久 就停工了 所以仍然是荒凉 但你们就住在有天花板的屋 所以神就跟他说 他说你们要省拆你的行为 你反省你的行为 反省下 并且在你的生命的果效 你杀种很多 但是收成就很少 你慢慢杀种 但是没什么收成 你吃的 但是吃不饱 又不健康 喝 但是又不够喝 喝了又好像不够喝 好像喝完仍然颈渴 穿衣又不暖 还有你们去做工 那些钱就放在窗窗的袋 漏了 所以你们有的钱都没有了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当人不听神的说话的时候 神可以把有的拿走 其实我们人所有的 都是神所给的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有好处都是从神而来 而是神保守的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 我们就是神 求你保守 有很多基督徒犯罪 他们觉得不重要 其实很笨 你问他 你信不信神 信 你信神会审判 信 你信神掌管一切 信 神掌管一切 会不会掌管人的一切 口就信 但是实际上 就觉得 我都是要靠自己的 我都是要用自己的方法 赚多些钱才行的 神不会给我这些钱 他以为 神不能够 供应和祝福我们 其实 神的供应和祝福 有些人说 那些钱都是我做工赚回来的 那什么时候神给我呢 但是我们数算 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信耶稣的人 更加聪明智慧 和有平安喜乐 还有信耶稣的人 神也为你预备工作 有时是你想象不到的工作 神也是祝福你所有经营的一切 我真的发觉 很多东西我所做的 神都祝福 很多东西 神都会加力给我 让我聪明智慧 我这个觉得 真是神 赐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的心里面 真是神 这些一切都是你所给的 我不敢少看你 譬如圣灵的恩高 我不敢骄傲 我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 圣灵恩高的服侍者 她是真的很好 不过她好中有脱流 她曾经来香港带领聚会 而我当时的教友是有份唱师班 因为她在不同的教会 呼吁人做师班 然后她在台上按手在师班员身上 其实这个恩高的服侍者 是能力很大的 但是她 我就觉得她是想那些人 是即时坏了 所以她就用一个很大力的 那个教友跟我说 她说她是很大力的推他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要做一件这样的事呢 神看到 人看到也觉得奇怪 明明你是按手 为什么你要推人呢 我觉得有时候人 其实这个人生命有很多好的地方 他真的有很多好的地方 他有一些脱流 他就没有想到 原来我们做一些神喜欢的事 神是不喜悦的 这个事神就教导我 他说给我的意念是什么 我们好像在根基上建造 如果我做的事 一方面做 一方面骄傲 或者一方面荣耀自己 或者看小人 好像觉得你们做不到的 你们不用做了 我做了就可以了 那我就 规决神的荣耀 因为圣经讲到什么 神所赐的有 有仕途有先知有 有教师有传道有牧师 有传呼音的 为要什么呢 承传圣徒各尽其职 即是我们的职责 不是我做了 有 我们网上见过一些见证 也说到 我曾经见过这个牧师 他说他教了很多人 为什么很多人呢 他说每个都想听他的讲道 他就是强调 每个都想听他的讲道 但他没有强调基督徒 应该做什么 其实有一天 他上到天堂的时候 神问他 你做了什么 我说了很多道 你有没有承传圣徒各尽其职 他有没有各尽其职 没有 多数都是我做的 他们跟着我 有些做一点 有些没有做 神就会跟他说 我叫你承传圣徒各尽其职 你没有做到这个 你就承传自己 自己尽其职 那你是做得很努力 但是 神想你更加去提升更多人 所以有些人 他以为他做得好 他有些脱漏 他以为没有问题 其实这件事是 有破口给魔鬼去攻击的 所以我就求主帮助我们大家 当你被兴起的时候 你不要妒忌那些比你职的人 不要妒忌后来兴起的人 不要说 你做得没有那么好 让我做完 你不用做的 你坐在那里可以听 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想 他说 最重要是 我的教会 我的小组 很多人坐在那里听我说 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神是想什么 神是想我们个个都同心 兴皇福音 兴起更多基督的精兵 因为有一天你要见神的时候 神问你 你做了什么 你说 我牧师做了很多 神说 不是你牧师 是你自己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想着 有一天我们所做的 都在神面前交仗 我们就是神 我愿意忠心为你 荣耀你 这样神就欢喜了 下面那里说到 他说你要醒策你的行为 你要上山取木材 建造这个殿 我就因此喜乐 神就欢喜了 这里说到 神就开心了 圣经也说到 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不能不得赏赐 即是你做了一个小子 身上不能不得赏赐 你建立教会 神又欢喜 所以我们说 神帮助我们 兴起人 这个最重要 兴起人 还有神得荣耀 神的名得荣耀 神是欢喜的 右边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很贫穷的人 其实应该不是那么贫穷的 但是他得不到神的祝福 结果是贫穷 以色列人 其实他应该有很大的恩典 因为神预备的救主来到 其实救主来到 其实很多很多的迹象 有东方的博士来到 去说犹太人的王在哪里 接着就有牧羊人在野地里 就说去找基督 接着在圣殿里面 就有西面和阿拿 他们都将基督来 告诉别人 应该有很多犹太人预备好 还有祭司应该留意 因为希律王问祭司 基督当生在哪里 他就懂得回答 在伯利行 因为圣经又说到 在伯利行 在伯利行 在犹大诸圣中 不是最少的 将来有位从你拿出来 他跟完从太初就有了 他应该留意 但他没有留意 所以结果他们得不到神的恩典 我希望我们都说 我们有耶稣 我听了耶稣说是最好的 我心里都是这样想 我听了耶稣说是最好的 我什么地方不听耶稣说呢 不是扣分 不是扣分 我扣分来得到神的祝福 我只是想祝福人 心态就是祝福人 但是我知道 如果我一直去祝福人 但是我里面做一些事情 是不应该的 做一些事情是不好的 我扣分 我形容过给别人 我说例如 你和你的太太的关系不好 或者你对人不好 你很多人都好 譬如95%都好 是5%不好 你扣分不是扣5% 你和你太太不好 或者你对人不好 你可能扣分 扣70分 80分 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些破口 是会影响整个人的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看看我们生命有什么破口 求主赦免帮助我们 然后跟着 神又说到这些说话 很特别的 一起读一下 《他龟书》二章六节开始 《万君之夜话》 《如此说》 《过来不多时》 《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罕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真宝必都混来》 这个原文是 《万国所羡慕的》 《必来到》 《我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夜话说的》 《万君之夜话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夜话说的》 这个神说 《过来不多时》 《我会震动天地》 《沧海与罕地》 《会震动万国》 《万国的真宝》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万国的渴慕》 他们的渴慕 他们的渴慕 会来到这个圣殿 我要使这个殿满了荣耀 到底这个殿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说耶路撒冷的圣殿 主要七十年就没有了 耶稣来了 好像很辉煌 但是耶稣来了 之后被杀 被钉十字架 然后主要七十年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圣殿充满荣耀 并不是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 而是说到耶稣说 他说你插这个殿 三天我要建立起来 就说到耶稣用他的身体来做这个殿 并且基督徒 我们都是神的殿 我们都是神的殿 神的邻居住的其中 所以是这一件事令人羡慕 来震动天地 不过有些人就说 那些基督徒是否震动天地 应该是震动天地 有些基督徒真的有很大的生命的改变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基督徒去侍奉 是很大的彰显神的荣耀 他们很努力去传人福音 很努力去帮助人的生命 很努力去把生命献给神 是带来这个世界很多的祝福 譬如我也听过有些人去翻译圣经 就是帮一些少数民族没有语言 帮他们翻译圣经 也去宣教 我多谢主给我的机会去十五个国家 而我的主力就是想去训练 兴起人士奉神 这个就是主要目的 因为帮助他们 我们去的地方 因为时间不长 所以不是传呼音 是训练他们如何侍奉神 如何有神的能力 他们能够带着神的能力 就能够荣耀神了 如果基督徒个个都充满能力 我们就会荣耀神了 我们的生命就充满荣耀 这是神所说的 当然 现在的荣耀有多少呢 也有的 有没有弱的呢 有没有弱的呢 也是有的 到底这个荣耀是如何呢 我自己就觉得 我从圣经去研经去发现 就是基督徒被提是主后 耶稣降临的时候 即是大灾难之后 不是大灾难之前 这是从圣经去证明的 我网上已经有 其实我最近也搜集更多资料 更加清楚 很肯定 所有经文说到被提的 都是说到大灾难之后 基督徒要经历灾难 有很多基督徒第一个反应 这就很惨了 但我的答案就是 其实圣经的大灾难 都是神掌管 里面讲到什么 七印、七号、七碗、七雷 都是神掌管 所以大灾难都是神掌管 而圣经里面也讲到 在大灾难时期 是有些特别的工作 都是神做的 譬如猜派三个天使在空中传呼音 有两个传道人 一路宣讲神的话语 有哪个人攻击他 他就口中噴出火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见证神 他的时间是三年半 就是大灾难时期 他都一直作见证 所以大灾难的时候 其实是神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兽的国是黑暗了 还有讲到那些 从巫底坑上来的 蝗蟲咬那些没有兽印记的人 就痛了五个月 这都是圣经讲到 在那时神的荣誉彰显 所以那时的基督徒 因为我们如果想得到食物 一定要亲印神 不可以拜仇 不可以受这个仇印记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 是更加依靠神 因为在现在的基督徒 很多是依靠自己和自己的金钱 所以他到平时的日子 不会如何彰显神的荣誉 而且因为有迫巴就会害怕 立即逃走 所以很多人想到大灾难立即被提 希望 他希望被提 其实圣经没有讲的 遲些我都可以再讲这个主题 再清楚搜集我所有的资料 去讲出来 既然是神掌管 圣经也讲到 在大灾难 基督徒是会继续存在的 讲到我们 圣经的魔鬼是什么呢 是靠羔羊的血和他所见证的道 所以基督徒当时是有所见证 所以这个圣经的荣誉 今天是有 但我觉得很大的时候 在什么时候呢 在大灾难的时候 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不断祈祷 他们的能力是很大 因为在那时候 他没有办法不祈祷 因为那时候他没有食物 一定要祈祷 一定要倚靠神 神是有能力供应的 那时候他就 哇 那才看到原来神这么真 神这么活着的 我真的要听耶稣话 在那时候 他们的生命就彰显然 我觉得 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 都有很多基督徒很努力 但我觉得在大灾难时期 真的是大复兴的时候 因为那些人 有很多的祈祷 所以很有力量 而他的圣殿就充满荣耀 我也希望大家的生命充满荣耀 时时充满神的荣光 神又说 银子金子都是我的 所有一切都是属于我 所以我可以给你任何的东西 然后他就说这句说话 这个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先前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荣耀 不及于教会的荣耀 不及于基督徒的荣耀 虽然有很多基督徒 真的不太荣耀 但我们求神帮我们 兴起更多荣耀的基督徒 神和这个地方 我会赐平安 神会赐平安 由耶路撒冷一路到地极 作祂的见证 这个经文说到 这个殿后来的荣耀 大过先前的荣耀 我们看看耶稣如何说 《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者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就是说到 祂会再建这个圣殿 而祂是以祂的身体为殿的 所以这个殿 第一个应验就是在耶稣的身上 第二是《哥伦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电 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头吗 有人毁坏神的电 神哪会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电是聖的 这电就是你们 这里讲到 我们是神的电 神的灵 住在我们里头 如果有人毁坏神的电 神要毁坏那人 所以如果有人伤害你 他比你更惨 所以有人骂你 你不用伤心 其实他比我更惨 神会惩罚他更多 所以我不用被他影响 我不用放在心上 人能把我怎样 有耶和帮助我 必不巨派 人能把我怎样 我不用害怕 这样你的心就平稳安静 我们是神的电 我们每一个都是非常宝贵的 是极度宝贵 你越听神话 你的生命就越宝贵 那你就是神的电 是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电就是第一 讲到当时建的电 但其实最主要是讲到 耶稣基督 他的身体就是神的电 我们看看圣经讲到 蒼奇教会的荣耀 《使徒人传》4章31节 我们一起读 《讨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令神的道》 33节 《使徒带有能力见证》 《主耶稣復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这里讲到 初期教会的时候 他们很多祈祷 《讨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就震动了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去传呼音》 就不仅在聚会经历 有些人现在很喜欢参加聚会 就说 这次很厉害 这个报道家很厉害 下一个月还有下一个来 那个更厉害 整天都在追求更厉害 更厉害 最重要是用出来 不用出来是白费的 是白白领受的 也有些人很喜欢领受的预言 预言是好的 不过有些人经常想领受的是什么呢 我今年会不会结婚 今年会不会生孩子 今年会不会有新的工 有没有多些薪金 他只是想他的利益 很少人说 有些人甚至这样说 他说我不敢求神叉拟我 一会儿神叉拟我去非洲便会死 叉拟我去伊斯兰国 更加害怕 有很多人就会 真的有人跟我说 他说他经历圣年 但他不敢求 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神叫你去 神会祝福你 会保守你的 即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给神祝福 是可以带来很大的能力 神会使用我们 这个世界的而且确 有很多聚会 现在是带来很大的更新 不过我可惜又看到 有些更新是真的有果效 他们更新了之后 这些聚会经历圣灵的 是很多的 现在在世界上有很多 问题就是有些经历了 就是每个月再回来 就是经历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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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回来就是经历 就没有去使用 而且也有时有些人 是没有相信圣经的说话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信的人 哪有神职除了他们 就是奉我命赶鬼 说身方言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那说到 谁可以行神职呢 是信的人 信的人 就有神职除了他们 就可以奉他的命赶鬼 大家有没有试过赶鬼呢 你没有 跟我去宣教 希望有机会去赶邻灵 然后 然后呢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你有没有试过呢 我们中间有些人试过 有几个人试过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有几个人试过 什么 有两位 起码有两位 但是我希望 其实有些有的 不可能 又不容易举手 其实不用怕 因为我们是荣耀神 不是荣耀自己 就是神是想个个都这样做 但是有些地方 有些教会 他们是不准按手的 只有牧师 还有牧师批准的人 他那个过程是非常之复杂 也没有一个心想 兴起更多人 因为他怕一件事 怕传递邪灵 我的心就说 如果怕传递邪灵 那么建立和神关系 和处理生命 教导更多处理生命 然后整个生命 被神祝福 便不用 不会传递邪灵 但是有很多人不是想这件事 而是想着 怎样叫保住最安全 我觉得这件事 都是违反圣经的 就是神是想个个人都有能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 建立和神关系 密切关系 每天赞美神 爱慕神 处理生命所有垃圾 让你带着能力 和没有邪灵在你身上 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然后你操练 你操练之后 你就发觉神用你了 当我经历圣灵初期 最初我还以为要等很久 要等很久才可以为人按手祈祷 但是呢 感谢神 有一个教友请我为他按手祈祷 赶邪灵 我就说 为何你不在聚会那里 安卡罗聚会 那么多人赶邪灵 为何你不赶 为何你要完结才找我 他说当时我害怕 不过神用这个人 为何用这个人 因为他害怕所以会找我 所以我有机会 过了聚会之后 马上有机会用 一用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有能力 进入他里面 和说些邪灵 还有我为其他人按手 他们都感觉能力 那我就知道 不用等一年了 因为当时我以为要等一年 天天祈祷很长时间 才可以开始为人按手祈祷 而我后来 为教友 很多教友按手祈祷 都带来很多的神迹 让我看到 神是想使用我们 而我训练的人 有些一经历之后 立刻为人祈祷 立刻可以经历的 这都是我常常会做的事 刚刚我去的老师 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都一样为人祈祷 即时带有能力 当然我们越多 亲近神的能力就越大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心里相信 你可以带着能力祝福人 可能你的心说 不轮到我的 起码令到牧师 和那些更厉害的 那些弟兄姐妹 但这句话 就是魔鬼跟你说的 魔鬼就告诉我 你没有用 你做不到的了 魔鬼想你不要做 你不做 他不知道多开心 但我希望主感动你 即是说 魔鬼要我不做 我偏偏要做 我偏偏要亲近神 和处理生命 我就发挥出来 这样你的神就使用你了 下面圣经有一个警告 就是你不冷不宜的后果 你既如温水又不冷又不熱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那你就说 以为我富足 我有钱 法了财 一样都不缺 以为什么都有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又回到教堂 很体面 哇 一样都很好 奉献很多数目 他做工又赚了很多钱 他说 我真的发了财 我在属灵上又丰富 我在世界又丰富 不过有时 他没有发挥出生命 但耶稣说 你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 贫穷核眼直身的 即是你是困苦的 你有烦恼的 里面有不开心的 是可怜的 是穷的 虽然你有一些外面的工作 但你里面是贫穷的 你是眼瞎的 你看不到神最大的恩典 还有你是刺身露体 你是没有神的遮蓋 神的补血遮蓋 洗剩你一切的罪 其实这个是很可怜的 所以求主帮我们 看到真的有基督徒 是好像不冷不烈 是 其实是很惨 还有魔鬼很开心 就是很多教会 就是养了一群不冷不烈的基督徒 他还觉得很好 我们有多少人坐在那里 不过那些人只是坐在那里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你看到基督徒 你就鼓励他 发挥生命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更加要发挥生命 有些基督徒没有彰显荣耀 就是我们所说的 不冷不烈 你也令到神失望 这样的人 第一就是不冷不烈 离弃起初的爱心 被人的问题 情绪影响 不关心天国 不关心神的事 不关心灵魂 爱人过于爱主 就是说他爱他周围的人 他的家人朋友 被情欲和罪所困 其实这样的基督徒是不少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知道你在这个状况 就是神帮助我 靠耶稣得性有余 我的生命是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我不要浪费了我的生命 有些什么难了 我们就去思想 有些什么可以除去 这些难了的我们就除去 而基督徒可以进入不同的层次 最多是什么呢 就是灵命软弱 容易跌到基督徒 是最多的 很多基督徒都是 哎呀 哎呀我又被人罵 我又很不开心 我又没有力了 我又烦恼了 下一级 稳定信耶稣 不过很少果子 再上一级 他是想救人 不过力量又不大 再上一级 他为主作见证 这是很好的 再上一级 为什么受训练果子更多 就是你整个生命 处理生命 然后受训练 更加有效 其实我在网上 已经放了很多的PDF 大家可以放在你的手机里 传呼音 是很容易的 很方便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这些材料 还有最高层次是什么呢 就是圣灵充满 不过是用出来的 有策略性的侍奉 有策略的 什么是有策略呢 有些人侍奉 就是需要搬桌 我搬桌 需要探访 就探访 是做一样做一样 做一样 他的生命有没有发挥 有 不过发挥不多 譬如打仗 我有空打在这里 有空打在那里 没什么用的 你打在最重要的那里 敌人的中心的地方 和那些军府在哪里 打那里 才是最有效的 所以 最重要的侍奉是策略性 什么叫策略性呢 这个人是软弱的 你帮他如何变成光强 光强的 你如何帮他 圣灵充满以后 如何发挥 如何训练 如何用出来 带着他 他一直做的时候 然后鼓励他 你已经做得很好 你有什么可以进步 这样他就进步进步 这个就是策略 即是说 因人施教 那个人是什么程度 我们就帮他去什么程度 这样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 其实你已经学了很多 你网上也知道 我有很多影片 什么都可以学到 处理生命 已经讲过很多 为什么不让人影响 讲过很多 不让情绪影响 已经讲了很多 为什么圣灵充满 又讲过很多 我每次都操练 为什么为人按手 旗路又操练了很多 还在为什么没用出来 为什么训练了这么多 没用呢 因为不够胆 不放胆 我们就试一下 我前面这位姐妹 她真的很勇敢 她的邻居 经常都探 她探过很多邻居 走去为他们 去向他们传呼 又帮他们 甚至有人 家里有问题 她让他们住 她告诉我 她那个保安有些问题 坐在她家里住了一轮 这个就是很实际的帮助人 实际帮助人 带她去信耶稣 带她经历圣灵 帮她灵命更生 这个就是有策略性的侍奉 然后呢 很重要 不怕受苦 受逼包又怎样 不死得的 神会保守的 就算死了不要紧 神会更大的想事 不要紧的 这样的人是主所喜悦和珍惜的 大家看看你是哪一种 你是那些灵命软弱 经常都跌倒那种 因为你稳定信主 不过没什么果子 你想救人 但是没什么力 你要为主作见证 但是没什么策略 由下一个层次受训练 由下一个层次有策略 是圣灵带领的 有圣灵充满的 又不怕受苦 他愿意做一些难做的事 有深信神喜悦 所以他人做得轻轻松松的 很重要就是 神看到我们的心 这个人的荣耀 神看到了 我都说最近一个见证 这个是荣耀神 不是荣耀我自己 大家都听过我 我最近去一个聚会离开了 一个星期我不在 我去一个聚会 就见到一个西人 不过我要快点做个影片 或者我给Rachel做个影片 有一个西人走过来 我和一个人祈祷 他走过来 他说 想和我说些东西 他说我见到你身上有荣光 他说自从有一次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就见到哪些人有荣光 他见过几个人有荣光 他见到我其中一个 我不是荣耀自己 我说多谢神 多谢神 神会纪念 也求神保守我 结正我 帮助我 提升我生命 这是我感激神的 有其他的见证 譬如有些人说 在我去宣教的时候 在发梦的时候见到我 我都要多谢神 发梦见到中国人为祂祈祷 见到我为祂祈祷 我觉得多谢神 是神看到的 神都会测验你的 我们一起读 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 我是那刹看人肺虎心强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各人 由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七节 因我的眼目 刹看他们的一切行为 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 他们的罪业 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 这里也说到 神是会看我们的肺虎心强 你的内心世界 并且他照你的行为报应 以及他看到所有的行为 什么行为都不能遮掩 所有的行为在神面前 罪和什么行为都不能隐藏 所以神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里面是如何 大家去想一想 到底你的生命是如何 你有问题不要紧 你求主赦免 求主帮你 圣过就可以了 你就靠主圣过 知道罪的可怕性 你就靠主圣过 神就祝福你了 当你专心爱神 神就是什么呢 因为祂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救祂 祂知道我的命 我要将祂安置在高处 祂求我 我就应允祂 祂在急难中 我就跟祂在一起 我要答救祂 祂使祂尊贵 祂就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其实我们中间的人 已经受了很多教导 可以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 醒察我们的耐心 我们一起起床祷告 醒察我们的耐心 到底我们是 那些圣殿 是比之前的圣殿更加荣耀 还是差不多呢 我们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破口 我们就求主赦免 求主洁净 求主使用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 安静自己祷告 反省自己的生命 求主赦免 醒察 最重要的是 听到后 真的会入心 就是说 我的生命有什么地方 需要神改变呢 我们就需要将它带到神面前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很怜悯我们的 祝福我们的 我们爱你 遵从你 亲近你 你一定欢喜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我们做任何对的事 你都一定会欢喜的 求主帮助我们 既然我们一杯凉水 神都纪念 我们就更加进入 高层次的侍奉 有策略性的侍奉 进入神最高的策略 被神大大的使用 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帮助 我们需要你 洁净我们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什么懒惰 污慰 有什么不够胆 或者有什么 我们的圣情的难助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 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们的生命 保守我们的心 要我们的心 真的向着神的方向 因为知道神看到一切 我们的生命 没有什么是隐藏的 我们所想的 所说的 所做的 全部你都看到了 而你看到的时候 我们做的事是对的 你一定很喜悦 所以我们可以开开心心 每日欢喜来到你面前 去服侍你 而我们有任何罪 就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像有些人 他们以为神看不到 他们以为犯罪不重要 他们以为行懒不结果 也不重要 但其实神是必然看到的 求主帮助我们 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 被主使用 被主提升 当我们专心爱神 侍奉神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成为尊贵 叫我们将我们放在高处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 我们的日子是短小的 我们的日子不是永远的 在世上 求主帮我们 数算我们的日子 我们看看我们的身体 都会慢慢衰残 我们趁我们身体 还未衰残的时候 我们就善用我们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多谢主 赞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